这个网红又开始直播了 即上次把朋友的脑袋塞进了微波炉里 差点导致朋友窒息而死 但他们仍然觉得不过瘾 这次他们来到了一个公园 决定来一场更加刺激的惊悚表演 并让各位老铁点赞关注 这次他们带来的是旋转木马 为了增加节目效果 他们弄来了一辆摩托车 大山也已经坐在了里面 一旁的朋友让他做好头晕的准备 游戏正式开始 小灰启动摩托 轮胎驱动转盘开始旋转 看着转盘越来越快 两个朋友无比兴奋 而大山已经开始头晕 随着速度的不断加快 摩托已经开始冒起白烟 但两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 并不断地大喊了加油 可就在这时 摩托车突然起火 两人被吓到愣在了原地 看着转盘还在飞快地旋转 小黑想把摩托关掉 但火势太大 小黑也不敢上前 两人只好拨打了救援电话 救援队很快赶了过来 看到已经起火 队员拿来灭火器先把火扑灭 面目猙獰 救援队看到这一幕 也被禁住了 他们先把大山抬了下来 大山的瞳孔严重扩散 眼球脱臼 造成眼球突出 血压也爆表了 他全身的血液 全部集中在了脑部 压迫大脑导致昏迷 他们得赶紧给大山抢救 先给他注射生理眼水 然后帮他把眼球复位 大山也终于醒了过来 恢复了视力 而这时 队长看到不远处的草里 站着两个年轻人 队长一下就认出了他们 但这一次 他们仍然不知悔改 说这么做只是为了涨粉 队长也把这一幕拍下 发给了大山 大山这才意识到 自己只是他们涨粉的工具 看来以后交朋友 需要谨慎了